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我们村的村花 因为为什么我这村花呢 为什么大家都喊我村花呢 为什么我能胜任村花呢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说三点 第一 我力气特别大 我两个手提了两栋水 一百多斤 一路小跑 不脸红 不传气 不心跳 第二 我会爬树 我们家的柳树 梁树 白杨树 桃树 杏树 杏树 全部让我爬完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家以前生活的宅火都是我爬到树上用斧头砍下来的 不仅我们村的树上我砍完了 隔壁村的树让人用我砍完了 另外还有就是我头特别硬 我们以前家里种西瓜 他们都是用刀来切西瓜 而且用拳头来砸西瓜 而且我照顾小春花 从来不用刀 也从来不用拳头 我直接用头 砸西瓜 想吃一个西瓜 砸一个 想吃五个 砸五个 想吃十个 砸十个 所以今天呢 还有就是 我这种的这大吃小吃都是我来招喝 你知道吗 不管两口的炒菜还是破丢不合 或者你这个猪吃了谁的菜 你家的羊口和谁的地 就用我来给你煮食 所以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 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么大了还没有男朋友 我也很难过 我今天来到这里评论老师 我非常请求大家能够给我找一个男朋友 我的标准又是不找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第一个都 我很佩服大姐 这个说话的这个速度很快 找不到她这个呼吸的这个地方 您好像打小说话就没有慢下来过吧 因为我在我们村 我是村花 你知道吗 所以那很多事都是我来弄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我也每天非常忙 所以那办事我特别利索 哦呀 你如此的顺畅 对对 你还 老师 我知道你工作特别累 如果你感觉外面的世界太乱了 如果你感觉你的生活压力太累了 那你就可以来我们村来找我好吗 我可以每天开着拖拉机 带你去赶机 我每天和你一起到小河边去放羊 我也可以爬到树上给你摘果子吃 然后给你唱歌 给你聊天 你想吃西瓜吗 你想快乐吗 乐佳老师 你看着我 我的村花 我美吗 这位女英雄 在我没有看到你之前 我听你讲话的这个声音 你的声音在呼唤着我 让我的心要跟你奔在一起 这是一强大的力量 但是必须给你报告 你只能暂停了 如果还有下回再一次战斗的话 我很希望你来 好 没问题 谢谢